十字路口一辆机车疑似闯红灯 结果遭右方救车拦药撞上 骑士当场翻车倒地 头部鲜血直流 全身多处擦伤 没有刹车针 只有碰撞针 当场我们同事去看说 当场是撞到头在流血 机车横倒路中零件碎屑一地 后方袋子里还装着送餐食物 原来又是外送员出车祸 17号晚间8点多 51岁的Uber E外送员 骑车行经红效路 与青海路二段时 疑似抢快通行 撞上自小客车 连人带车反滚摔地 还好送以后没有生命危险 自小客车是绿灯的号制 机车的形象 因为还不是很确认 它是从哪一个角度出来 不过近日外送员车货事故频传 劳动部寄出手腕规范陈储 知名外送平台扶喷大 18号晚上突然透过群组 发送伙伴意见调查表 要外送员表态 依现行劳动法规 认为是雇佣还是承揽 适合接单状态 接着又问依现行平台接单状态 请填选要依现有牢机法规范 或订定新型合作法规 似乎想为日后跟中央谈判使用 外送员靠接单数量领薪税 而非实行计算 若为雇佣关系 以全国10万外送大军推估 业者负担劳健保 每月将增加1亿元成本相当可观 但外送乱象越来越多 政府和业者如何解透 各界都在看 记得李莫彰 蔡敦银 台中报道